好 大家好 我们继续讲这个加拿大的养老金啊 那么上一次呢 讲到这个第十二页 那么有关于这个 就是推迟这个养老金啊 这个推迟啊 那么他会多拿钱 后面这个我上次说了 你就说推迟的话呢 就是说你在OIS上面多拿的钱呢 可能会在那个你的那个GIS呢 如果你是低收入的话呢 那个GIS呢就会少拿 那么至于这个里面的机制啊 它是怎么运作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比较复杂啊 就是说你在那个OIS里面多拿了两百块 由于你延长了推迟了那个退休 那个拿的那个时间 推迟这个时间 你多拿了比如说这里两百多块的话 那么你这个到时候GIS是不会少拿 还是还是你不会少拿 这个呢就是说取决于呢 就是说你的那个叫什么 你的你的你的income的 取决于你的收入的啊 一般来说起来呢 你如果收入非常低的话呢 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OIS呢 你多拿了两百多块 那么你的那个GIS呢也不会少 你如果income低的话 应该是这样说啊 也不一定的啊 不一定就是说你多拿了那个 OIS两百块以后 你的GIS就一定会少啊 那么也但是呢 一般来说来呢 就是说你多拿了以后呢 如果你income再高的话 你的收入啊 每年的进收入再高的话呢 会影响到你的那个GIS的啊 那么 那么所以呢 特别呢 而且特别呢 就是说如果你不拿OIS的话 你其他的那个GIS什么也拿不到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上一次说了啊 就是说总的说来呢 你延迟那个OIS呢 并不是 并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啊 并不是一个 那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啊 我这里补充一下 你们自己要自己要根据自己情况 那么好 我们今天继续讲啊 继续讲继续讲下去 那么我们要讲13页了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呢 就讲到什么 就是今天这个1.3呢 就是讲那个 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所谓的低收入补助啊 加拿大的那个老年低收入补助 好 那么我看看他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啊 the 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 GIS 简称为GIS啊 is an additional month payment for senior the limit on low commission is not 那么这个 这个呢 就是主要是给那个低收入的啊 补贴啊 低收入补贴 这个呢 它是not taxable的 它是不交税的啊 不算income的 应该这么说啊 好 那么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你呢 就是说 你呢 要拿这个低收入补助啊 你需要什么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你要要要要要 要有资格拿那个OS啊 就是说你 你要申请这个GIS的话呢 一定要你有资格拿OS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啊 不管你是拿那个全额的 还是拿部分的啊 然后呢 第二个条件是 你要居住在加拿大啊 你要生活在加拿大 这是两个条件 那么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 你必须要拿那个OS呢 那么现在呢 那个Service Canada 在你申请这个 在你申请这个OS的时候啊 它那个申请表呢 是OS跟GIS 是连在一起的啊 那么你可以选择 只拿OS 而不拿GIS 这个你可以选择的 也可以选择呢 你OS跟GIS呢 一起拿 那么那么那么 这个GIS呢 要看你的收入的啊 你不一定 并不一定拿得到啊 等于说啊 但是呢 你申请的时候呢 你这个两个表呢 可以一起填的 它是捆绑在一起的 这两个表啊 那么以后我们讲表格的时候呢 大家会看到啊 就是这个啊 好 那么这个是两个条件啊 就是说这个拿GIS的两个条件 一个是你必须要有资格拿那个OS 你才能有资格拿那个GIS啊 另外一个你必须生活在加拿大 那么这个第二个呢 就是说有具体有规定的啊 具体有规定 等一会我们他会也会说到 那么那么这个呢 就跟那个OS呢 就有点不一样了啊 OS 你在加拿大住嘛 20年以后啊 你在国外也可以拿的啊 你在国外也可以拿这个OS 但是呢这个GIS呢 你你你不生活在 不管你在加拿大住满多少年 你只要离开加拿大 超过六个月了以后 它就 你就拿不到了啊 那么好 我们下面再看 You may start receiving the GIS 一起拿啊 等于说 那么这个GIS的那个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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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大家这里注意一点啊 这个OS啊 它是称为pension 正说作为是一种养老金啊 是一种pension 但是GIS就是不是一种pension 它是一种补贴啊 那么pension跟补贴呢 就就不优于 本身就有点不一样了 那么它这里面就有区别的啊 那么区别呢就是诸如此类的 我们就是说你pension呢 你你拿了以后呢 你不一定的一定要待在加拿大的啊 你拿在加拿大住满20年以后 你在国内的国外也能拿这个pension 但是GIS呢 这个补贴呢 你一定要生活在加拿大才能拿的啊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区别 那么而且呢 就是说 这个GIS啊 你能拿到多少 取决于你的收入以及你的配偶的收入啊 这个是跟收入直接挂钩的啊 那么 就是说 而且它每年呢会变化的 它每年会评估你的啊 评估你的以后 你每年的GIS那个要变化的啊 这一段就这样 然后 这个 那么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这个OAS pension啊 就是这个养老金啊 这是一个一个养老金啊 养老金 养老保险 养老金 就OAS养老金啊 这养老金啊 是 是算那个 要交税的这个收入啊 就是taxable income 那么这个GIS不是taxable income 那么 不是 那么不是的 它是不交税的啊 这个income 那么这个income不交税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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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算不是算是一种income呢 应该这样 它是一种算 应该算是一种income啊 应该算 但是呢 它不是taxable啊 应该这么说啊 那么 那么至于具体怎么 我们后面再看 好不好 后面一个注解 Note If you leave Canada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Your payment will stop regardless of how long you previously lived in It will start again the month 那么这一段就说明什么 就说你一旦离开加拿大超过六个月的话 它就会停掉 你这个GIS啊 这个payment啊 这个付款 每个月给你的这个钱啊 就会停掉 不管你以前 前面在加拿大住了多少年 只要你离开了加拿大超过六个月 它就会停掉 然后呢 你返回加拿大呢 它又开始给你了 就这么回事 那么后面 If you apply for the GIS Service Canada will review your account each year to access your ongoing eligibility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find income 在一期 那么 就是说 它每年呢 这个GIS啊 每年那个Service Canada 都要对你进行评估的 你能拿多少 就根据你的收入 所以呢 它说呢 你非常重要 每年你都要那个 File 你每年都要那个 那个那个 上交 上交那个个人所得税的 那个那个 报 报税 上报那个 每年 个人所得税 你要是不报的话 它 它没法给你的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 to see if you qualify go through 那么它说 你要 如果你要想知道 你自己有没有 够不够格 你可以到那张 21的那张图 它有一张 Eligibility Map 又一张那个 那个路径图 等于说 那个里面 你跟我们前面 讲到的那个一样的 就是说 你click什么 然后呢 看看自己 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资格 拿这个GIS 那么 这个呢 跟前面那个 OS一样的 那个每个人的 情况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到了 Page 21 是因为我们再看 好 那么我们下面 再到下一个Page 然后呢 这个Page呢 主要讲的呢 就是说 G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 这个呢 就是这个GIS 这个低收入的 这个补贴啊 和那个 别的国家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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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险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协议啊 就是说 加拿大跟其他国家 签的那个 社会保险协议之间 有什么关系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他怎么说啊 If you qualify the OS pension through the terms of social you may also receive the GIS 那么就是说 如果啊 你 你那个 拿那个 老年金的时候啊 你那是通过 那个 那个 就是说 加拿大和别的国家 签订的社会保险的 那个 协议啊 拿到的这个OS啊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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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情况下面啊 你虽然 没有住满十年的话 可能你也会 能够拿到GIS 就是 这个对应的啊 然后 我们来看啊 you may receive a partial GIS one tenth of the four GIS amount for each year you have lived in Canada after the age of 18 your GIS amount will be increased for each additional year you live in Canada up to a four GIS amount at the ten years 那么 那么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在加拿大住满十年了 你有可能呢 就是拿全额的那个GIS 啊 那么 你能不能拿到 全额的那个GIS呢 首先一点呢 要看你呢 就是说 你必须要至少住满十年 这个呢 跟OS一样的 OS你拿的条件 就是说 必须要住满十年 对不对 在加拿大住满十年 那么这个GIS呢 你要拿GIS呢 呃 就是说 呃 就是说 你呢 就是说 呃 呃 应该说呢 你呢 就是说 呃 在加拿大呢 必须要住满十年 因为为什么 因为呢 如果你在加拿大 住不满十年的话呢 呃 你是 没法申请OS的 如果你没法申请OS的话 拿不到OS的话 你根本就没法申请 这个这个GIS啊 对不对 这个两个是 呃 拿GIS 是以那个OS为条件的啊 但是呢 如果你居住在一个国家呢 跟加拿大有协议的话呢 那就另外考虑了 那么他这里说了 呃 就是说 你呢 每每每在那个国家 就是说 呃 比如说 你呢 就是说 呃 每每每每年啊 你在待在待在加拿大的时间 呃 就是说 你能拿十分之一 比如说啊 你申请这个GIS的时候呢 你加拿大待了八年 然后呢 在国外有协议的那个国家 待了三十二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能拿到十分之八 然后呢 第九年后面呢 你呢 还要 还可以拿十分之九 到最后呢 你待了十年以后呢 呃 就拿到那个满额的 如果你符合其他条件的话 你就能拿到满额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 就是说啊 你呢 就是说 每年啊 就是说 呃 这个呢 跟那个OS 有点不一样 那个OS呢 就是说 你拿到的第一次 拿到那个啊 比如说 呃 二分之一 你住了二十年 在加拿大 那么你的那个OS呢 就拿二分之一 满额的二分之一 那个呢 他就不动了啊 以后呢 你一直是拿那个 二分之一的 啊 不会改变的 但是这里GIS就不一样啊 GIS就是说你 你你现在待了八年 在加拿大待了八年 然后呢 三十二年待在国外 那个国外呢 跟这个加拿大的 有那个协议的 有社会保险协议的 那么呢 你那个待在那边的 那个情况呢 也能算你呢 是居住在加拿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呢 就就能够拿这个GIS 但是呢 你拿GIS的时候 实际上面你拿到的数字啊 要要要算 要以什么计算的 以你实际待在加拿大算的 这个呢 我们前面说过了 就是说 你你他算的时候 算你够不够格的时候呢 就是说 按照那个那个 国外的待的那个年数啊 也能算你在加拿大 居住的时间的 但是你具体拿的时候呢 啊 又不一样了 他就算你实际上 你待在加拿大 多少年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比如说 你在加拿大待了八年 在另外一个 跟加拿大有 社会保险协议的国家呢 待了三十二年 那么你 你呢 就是说 一开始你申请的时候 你你拿到的是 GIS十分之八 你待了八年嘛 然后再再过一年呢 你拿到十分之九 再过一年呢 等到你实际住满加拿大 呃 那个那个住满了十年呢 那么就是十分之十 那么就是一个 full amount 就是全额的了 对不对 那么那么这个呢 跟OS有点不一样 就OS定好了以后 后面不会改变的 但是呢 GIS呢 你一开始的时候 拿十分之几 然后呢 你在加拿大 每住多住一年的话呢 他就会多加的 那个比例就会上去 到直到最后呢 你拿满 跟别人住在加拿大 一样的十年 拿满这个啊 那么但是呢 其他的那个 那个条件也要那个 啊 那么这里啊 这里这个注解 比较重要啊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如果啊 你是那个 资助的移民 啊 你是你是你是担保移民啊 你你你的父母啊 或者你的子女啊 是担保你过来的移民 那么你在担保期之以内呢 你是拿不到 不能 你是不能拿那个GIS的 啊 你如果还在担保期的话 啊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说网上呢 有很多地方呢 哎呦 有讨论的 很多网站呢 啊 有的人呢 不知道这个 就是说 很多那个网上面 有的人就问 我在那个 担保期之内啊 能不能申请这个GIS 那么这里呢 很明显啊 就是说在担保期以内 如果你现在还在担保期以内啊 那么那么那么你是 不能申请这个 你是不能申请GIS 你也拿不到GIS 啊 这个一点呢 现在这里呢 就明确了啊 那么等于说 换句话说什么呢 就是说对于OAS来说呢 就没有这个规定啊 前面那个OAS 他就没有提到担保的事情 那么什么意思 就如果你在加拿大住满了十年了 哪怕你 你你你还在担保期 对不对 你的OAS照样好拿 啊 如果你满了六十五岁啊 但是你的GIS是拿不到的 你的GIS 嗯 要要要要出了这个担保期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呃 这里呢就非常明确 就是你在担保期以内 你的GIS拿不到的 但是呢 你的OAS是拿得到的 照照拿啊 那个那个 这个OAS是 它是一个pension啊 所以说这个pension就不一样了啊 它是一个养老金 它呢 跟担保不担保呢 啊 没有关系的 那个OAS啊 只跟你居住在加拿大的时间 有关系啊 不管你是在 在担保 担保的情况下面 就居住在加拿大 还是非担保的情况下 都能拿 但是呢 你这里呢 就是说GIS就不一样 如果你还在担保期的话 那么你是拿不到的 那么这个里面有特例例外 什么例外啊 他说比如说啊 比如说你的担保 你的那个那个 担保人啊 你的担保人呃 过世了 那这个肯定的 你担保人过世了 那么你的这个担保的 实际上这个担保的协议呢 就就就结束了啊 解除了 那那那那这个情况下 你就可以申请这个GIS 只要你符合其他的条件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你的担保人啊 呃 进监狱了 而且呢 是多于六个月 啊 你 你的担保人进监狱 超过六个月的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情况下 你也可以申请这个GIS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 你的担保人呢 是有刑事犯罪 啊 他犯了刑事罪了 那么这个呢 也你可以 有资格的 然后呢 你如果你的担保人是 呃 宣布 破产了 你的担保人申请破产了 然后呢 也同意你那个破产 那么破产了呢 你 你也有资格呢 去申请拿这个GIS 啊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一点呢 大家要注意了 啊 网上很多地方 有的 有的都没有 有的人讲了 讲了以后 但是呢 他们也没有明确的 有什么政府的 政府的文件拿出来 那么我这里呢 有政府的正式的文件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就有根 有据可查了啊 对不对 关于这个问题啊 就有据可查了 GIS呢 在那个担保区啊 你这个 这个担保移民啊 担保移民的担保区呢 你是拿不到GIS的啊 那么但是OS可以拿的啊 应该是这样的啊 应该是这么理解的啊 好 那么 那么后面我们来看 14页啊 那么那么我们看15页 那么看allowance了啊 那么那么 那么我们看这个allowance啊 这个allowance allowance就是配偶 补贴啊 那么我们看看 它这个定义啊 the allowance monthly benefit for individuals age of 60 to 64 whose sponsor or common law partner receive the OS and the guarantee 接应干嘛 payment of allowance stops when the receive when the person receives reaches the 65 whose sponsor the age of eligible 啊 那么那么 那么这一段说什么 就是说 配偶补贴啊 就是说 你拿配偶补贴啊 你的年龄 在60到64岁 这是一个条件 对不对 另外还有一个呢 你的配偶啊 是在拿OS跟GIS的 两个一起拿的 说明你的配偶是低收入啊 然后呢 你呢 就是说 也应该要算是低收入的啊 就是说 你拿allowance 拿多少啊 它会算你的收入 你和你的配偶的收入 都要考虑的啊 payment of the allowance stop着 那么就是说 那个配偶补贴啊 什么时候停止啊 就是说 你满25岁的 那个那个那个 birthday 你一到了25岁 那么 那么你就拿 停止了 这个配偶补贴 那么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 因为65岁的到了以后 你就能申请这个什么 OS和那个地宝的 那个GIS 那么你 你自己能申请OS 那么这个 配偶补贴就就没了 啊 就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他你符合 要要需要什么条件 你才能拿配偶补贴 啊 第一个 你必须在60到64之间 啊 然后呢 包括你那个 你65岁生日的那个月 等于说你65岁生日的那个月呢 你还能拿 但是65岁生日的下一个月 你就拿不到了 啊 就是说这样啊 就是说 那个那个 这个这个第一个条件 60到64岁 然后第二个条件是 你要是加拿大公民 或者是 合法移民 啊 合法居住 居住移民啊 这个这个是 你的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的条件呢 是你在加拿大呢 18岁以后 你至少在加拿大待满10年 啊 那么这个呢 呃 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条件呢 跟OS是一样的啊 这个第三个条件 跟OS是一样的 你 你也必须在加拿大 至少已经待 待了10年了啊 那么 那么这个第三个条件呢 实际上是 如果你 你有资格拿那个OS的话 那么你 你也 能够 在这个居住年份上面 你也达到这个 拿GIS GIS的要求 sorry 这个不是GIS 这个allowance啊 这个allowance啊 你你也达到了 好 然后呢 后面有个注解啊 如果你 没有在加拿大住满10年的话 但是呢 你住在一个国家 跟加拿大有保险 社会保险协议的话 那么你也可能 符合那个 拿那个GIS的 这个呢 跟OS是一样的啊 那么就要看你住居住的那个国家 跟加拿大签订了什么样的协议啊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啊 好 那么 我们下面来看 Note If you or your spouse common law partner leave Canada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your allowance payment will stop regardless of how long you previously lived in Canada it will start again 这个跟那个GIS一样的 这个配偶补贴啊 也是那个 也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这个配偶补贴啊 也是跟那个GIS一样的 你必须要待在加拿大 如果你离开加拿大多于 超过六个月的话呢 你这个配偶补贴就会停掉 不管你以前在加拿大都做了多少年 你只要离开超过六个月 它就会停掉 然后你返回了加拿大居住呢 它又开始了 啊 然后呢 就是说 呃 这个这个这个 那么这里啊 大家注意了啊 他这里啊 并没有说 首先一定啊 他并没有说 你这个 这个配偶补贴啊 呃 你是不是在担保啊 是不是你在那个担保移民的处于担保期 那么那么照他这样说的话 如果他不提的话 那应该有的 就是说 你这个 你在担保期啊 你如果是担保移民的话 那么那么你在担保期啊 如果你符合其他条件的话呢 你也符合拿这个配偶补贴的啊 这个呢 跟GIS不一样了啊 又不一样了啊 这个里面所以比较复杂的啊 比较复杂的 你这个配偶补贴啊 好像呢 他这里没有提啊 没有提你是不是要要要在在担保 担保的 你是担保移民的情况下面 你能不能拿 这一点他没说 那没说呢 应该是可以的啊 应该是这样 因为他前面GIS 他他他就说了 说明了 明白在GIS就不能拿啊 你你就是你在担保期 你不能拿GIS 那么但是呢 这里呢 他这个配偶补贴呢 他没说 那么应该呢 是可以拿的啊 那么我是这样理解 那么我们看下去啊 除非他另外的地方有另外再提到 不能拿 那那那那 那我们应该 应该说呢 就是说 呃 从目前来看 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这个文件 他应该是 就是说 哪怕你是在担保 担保移民的 那么那么你呢 也能拿这个配偶补贴啊 那个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去啊 下一个话题呢 就是 讲的呢 是这个 叫上额补贴 The allowance for the survivor 那么就是上额补贴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上额补贴是怎么回事啊 The allowance for the survivor is a benefit for individuals aged 60 to 64 who are widowed and living on a low income Payment of the allowance for the survivor stops when the person receiving it reaches their 65th birthday the age of eligibility for the OAS pension and the guarantee 这个呢就是说 跟那个 配偶的补贴 类似的 就是说配偶的 上额啊 这上额补贴啊 跟配偶补贴 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 也是60到64 你也是 而且你是低收入 那个配偶补贴 也是这样 也要需要你有低收入的 就是说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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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说 他也是到了65岁呢 他就停掉了 这个呢 跟前面的配偶补贴 一样的 这个是上额补贴 好 然后呢 你有什么资格的 什么条件 拿上额补贴 第一个 你是60到64 这个跟前面一样的 然后呢 第二点呢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说 你是加拿大的公民 或者是合法移民 这个第二点 第三点呢 这里的合法的residence 那么这个合法的residence 这个合法的residence 是不是一定要移民啊 这个呢 就很难说了 这个问题 我们以后碰到了 再说 比如说有的人啊 在加拿大呢 是属于加拿大的合法税务居民 但是呢 他呢 在加拿大呢 并没有拿到那个绿卡 永久居留权 这种情况下面 他可能也算合法 只要你合法居民吧 他并没有一定要要求你是移民 合法的移民 拿凤业卡的 这个要求 那么我们先后面看 这个里面 因为有些人啊 他在加拿大 就是一直工作的 他算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但是呢 他呢 可能有工作签证 比如说 我们打个比方 他在加拿大工作是有工作签证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和加拿大的合法税务居民 他也是在加拿大居民 他也是在加拿大居民 但是呢 他呢 并没有绿卡 并没有凤业卡 他并没有 并不是合法的移民 那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也能拿这些福利的 其他所有的福利的 他这里是一个 Legal Resident 这个同意吗 这里要看 这个Legal Resident 不一定一定要是拿凤业卡的 不一定要是移民 拿那个永居 永久居民 居留权的 不一定是永久居民 就是说临时的居民 也有的 也是有合法的 他这里并没有提到 一定要是Permanent Resident 对不对 我们那个拿凤业卡的 那个叫Permanent Resident 永久居民 他这里没有要求是永久居民 他这里只要求是一个 Legal Resident 是一个合法的居民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就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都是Legal Resident 都是合法居民 不一定要求 一定要是永久居民 永久合法居民 Permanent Resident 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一般的谈论 大多数情况 都是永久居民 对不对 合法的永久居民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 他并不是永久居民 但是他是合法的居民 在这里 那么这个也可以的 然后第三个条件是 在加拿大 就是至少待了十年 十八岁以后 这个跟前面的要求一样的 然后第四个要求 第四个要求 你没有再婚 这个很明显 因为你是上偶 上偶补贴 如果你再婚的话 你就不是上偶 上偶的了 对不对 你再婚了 然后呢 就是说 这个大家多理解 那么后面这个 那么这个跟前面一样的 就是说你如果在加拿大 没有待够十年的话 对不对 那么你呢 如果待在一个 跟加拿大有社会保险协议的国家 那么你也有可能了 够格 那么这个呢 你要根据你自己情况 你自己去查 你这个国家 是不是跟那个加拿大 有社会保险协议 然后呢 而且呢 他这个社会保险协议 这个内容啊 是不是允许你 待在那个国家 那个时间呢 也算作这里的居民 这个 大家要 每个人的情况 每个国家的情况 都不一样的 然后呢 他说这里呢 你可以在这里呢 申请 就是这个点击这个链接啊 你可以申请 那么那么那么 我们这个是 第十六页啊 那么好 我们再去看下去啊 看下去啊 好 这个呢 就讲到的 benefit amounts了 这一节 这一节就讲 benefit amounts 就是你能拿多少 你能 到底你能拿多少 好 那么 那么这里我们看 this section will hope you estimate the amount you will receive you will be eligible for the os pension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这一节啊 他说他要给你呢 给你一个估计的数量 就是说你 如果你有资格拿 os啊 gis啊 这种 或者是allowance 那么到底你 大概你能拿多少 给你一个估计 好 那么后面 the benefit amount of table on the next page represents the maximum amount you could receive however several items could impact how much you receive over each benefit 那么 那么他说在下一页 下一页他有一个表格 下一页他有一个 你可以拿多少的表格 那个表格呢 是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是最高的 那个数量 就是说你最多 能够拿多少 这个大家注意 下面一个表啊 然后呢 就是说 有很多的因素啊 有几个因素啊 会影响你 能拿那个 这些福利的 那个会影响的 好 那么那么下面呢 他呢就列出来 有哪些 哪些东西 会影响到你 那个拿 拿的那个数量 然后呢 他说 对于os来说 对于os盼行来说 这对于老年金来说啊 你能拿到的 那个数量 可能受到什么 什么的影响啊 可能受到这个影响 就是说 你在加拿大的 居住年线 年份 我觉得 然后呢 就是说 他呢 就是说 你的居住年线 我们前面说过了 然后呢 他说 让我们去看 Page 9 我们点一下 Page 9 Page 9 这里 这个我们就讲过了 不好意思 那么我们 我们再弄过去 稍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16 17 就在这里 17 我们这17 然后他说 Page 9 让我们参考前面的 就是说 受什么影响 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 就是说 四十分之几啊 你如果待满 20年的话 就是四十分之二十 就是两分之一 拿一半 对不对 那么每个 每年 这么这么这么 四十分之几 多少就算了 这个是 就说OS呢 是年线的 然后是 然后在这里 他有个注解 他说 如果你啊 拿的不是 那个全额的 那个OS 不是拿的 全额的养老金 他说呢 你可以去 跟Service Canada 的联系 就是说 要这个信息 要什么信息啊 就是说 你能拿多少的信息 那么这个呢 网上 加拿大政府网上呢 也有一个估计的 就是说 你可以估算一下 一个计算器 帮你计算一下 你大概能拿多少 那么 那么 那么你也可以 去跟那个 联系那个 Service Canada 那么 那么问他们 就是说 你这种情况 能拿到多少的 那个OS 那么 好 那么 那么这个是 OAS的 后面 他有个注解 Note If your net annual income exceeds a certain amount you may have to repay part of your entire pension your pension will be reduced month recovery tax 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年收入 年收入 净收入 年净收入 超过 7万4千多 7万4千788 这个是2017年的数据 这个每年都是 不一样的 每年都在增加 这个数据 那么你如果 你的收入 年收入 净收入 超过7万多的话 那么你呢 可能呢 会返回一部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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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 那么这个东西 他怎么弄啊 到底是 他是怎么 怎么个运作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呢 要以后要看 具体的 每个人的情况 都不一样 就都比较复杂 因为他这个报税嘛 等于说 他给你 今年的那个 今年的那个 OS的数量 是根据你去年的 收入来定的 但是 你如果 今年啊 你到时候 到了明年 你要报税的时候 你今年的收入 多了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他可能就要 你返回一部分 就是那个 那么至于 这个到底是 怎么运作的呢 那个 看具体情况的 比如说 他这个 基本上的精神 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的 年净收入 超过七万四 那么你 每超过一块 一块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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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额的 那个 那个部分 他就会在 你的OS里面 扣掉那么 几分 几角 就是一个比例的 每超过 一直呢 他说 你呢 这递减 你的OS会递减 一直递减到 最后呢 就是说 到了十几万的时候 十四五万的时候 你到了那个 收入 年收入 到了那个时候 你就一封钱 也没有了 OS 那么这个 关于这个 OS的那个 clawback 这个叫 退给他 这个叫clawback OS clawback 这个东西 是怎么运作机制 我们后面得看 到底是 他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这里呢 先搁置一下 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 他是你是怎么 退给你的 这个东西 那个 然后呢 他说 你的pension 你的os pension 就是说 会减少的 减少呢 作为一个 就是说 作为一个tax 作为一个税 帮你呢 每个月呢 都减少的 那么这个 具体怎么运作 我们现在 先搁置一下 他没有说到 那么我们现在 先搁置一下 因为这个 比较复杂的 比较复杂 好 那么后面呢 他就说了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低收入的 那个补助啊 低收入的 那个补助啊 那么 那么 你收到的 那个呢 可能受 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个呢 是你的 你的收入 或者是 如果你有配偶的话 你配偶的 加起来的 那个收入 这个 这个两个收入 还有呢 你的那个婚姻状况 这个呢 对于这个 GIS 是有影响的 然后呢 那么后面呢 他说到 对于那个 拿那个配偶 补贴的 拿配偶 补贴呢 你会受到什么 受到你和你配偶的 那个收入的影响 那么 那么对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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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额 补贴呢 那么 那么受到的影响 是你的那个收入 因为上额 你配偶没了 对不对 那么 你的收入呢 会受到这个影响 好 那么那么下面呢 他说 我们呢 到下面一页 去看那个表格 就是说你能最多拿到 那个数量的表格 好 那么下面这个 他这里说 一个注解 the amount may change every three months in general to protect you from increasing cost of living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 他说这个 你的那个收入啊 养老金啊 那个 那个 老年金啊 或者是那个 GIS啊 老年低收入补贴啊 或者是那个 上额补贴啊 配偶补贴啊 这种数码 每年要变 每个季度变一下的 一月份要调整一下 四月份呢 调整一下 七月份调整一下 十月份调整一下 为什么要调整啊 就根据那个通货膨胀 生活费用 通货膨胀 他会调整的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呢 后面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后面这个注键啊 The guaranteed supplements all and other for the survival are reassessed annually benefit amounts are based on your income or if applicable the combining you and your recombeding for the last tax year If you or your income retired or suffered a loss of pension income you may need to provide an estimate of your reducing to a more favorable benefit amount 那么那么同意吧 这一点呢 就大家要注意了 就是说 关于这个GIS啊 低收入补贴啊 还有那个配额补贴啊 或者上额补贴啊 这个呢 它是每年都要评估的啊 每年都要计算的 等于说 那么 它计算是 它的计算的根据是什么 根据你上一年的报税啊 情况的啊 就是说你今年 发给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多少啊 数目多少 是根据你上一年的 报税的信息的 你的收入情况的 那么 有的时候呢 如果呢 有的呢 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说 你上一年 报的税的时候啊 你的收入是蛮高的 对不对 那么它呢 就是你今年拿到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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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啊 它是根据你去年的那个高收 比较高的那个收入啊 发给你的 但是呢 你 就是说 但是啊 你上一年的那个很多收入啊 你今年没了 我们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你 你以前啊 每年都有那个房租的收入的 你出租房屋的 但是呢 你去年年底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或者今年啊 你把那个房子啊 送给你的 子女了 啊 或者是卖掉了 或者送给你的子女 我们 我们打个比方 就送给你的子女了 你这把房子给送掉了 那么你现在呢 这个房租收入就没有了 像这种情况下 你今年呢 就是说房租收入呢 这一块呢 你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对于你这个收入就 就比以前啊 去年的时候 你的收入要低很多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 你让那个Service Canada 按照你去年的报税的情况来说呢 那么今年 你不是拿到的数目就很低 很低了嘛 对不对 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你要去通知 啊 你要去通知Service Canada 啊 就是说你 你你你你 你那个这个 呃 你要去通知 告诉那个Service Canada 你呢 去给他提供一下 你的你你你你 你的大概的要减少多少收入 啊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他呢 可以根据你的 呃 新给他的信息呢 来来来来 来给你一个 呃 比较高的这个 这个呃 GIS或者是 allowance的那个 那个钱 啊 这个呢 就是说呃 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 你你今年呢 房子没了 呃 房子不出租了 没有没有 没得出租了 那么呢 你你那这个房租收入 今年就没了 那么去年啊 前年啊 什么 你都有房租收入的 那么你现在房租收入 没有没有了 那么你就跟Service Canada说 我今年房租收入没有了 那么每年呢 就要少掉 比如说 啊 三万 四万 啊 这个收入 对不对 你就少了 今年今年就没了 那么 那么他 他在给你今年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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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这么补贴的时候啊 那么他呢 就说你根据你去年的报税表上面的收入啊 啊 然后再减掉那么三四万 你今年的估计的 你大概你今年要少收入 你的收入income啊 要少到那么四五万 比如说 那么呢 他呢 就根据你这个现在 现在的新的那个数据数据 把减掉那个那个四五万 就是说你你你今年收入 这个四五万 你今年没了 这个收入啊 那么那么他会重新来评估 这样的话呢 你今年的收到的这个 呃 benefit就就会多一点啊 那么 那么如果你不这样告诉他 如果你不提供这个信息的话 那么他 Service Canada 还是根据你去年的报税的那个情况 来定你今年的这个 啊 明白吗 那么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有点区别 而且啊 这个呢 就是说 如果你不通知他的话 那么他就这么弄 但是呢 而且呢 他以后呢 他也不会改的啊 不能说你拿到了以后 然后呢 你再去叫他改 这个如果要改的话 我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渠道啊 你可以 应该说你可以有改正的那个 还是有改正的机会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要看下去 他有没有这个渠道 还是说他他说你过去的就算了啊 你就不给你那个增加了啊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要看下去 到底怎么弄啊 这个里面比较复杂 这个比较复杂啊 然后他说啊 关于你就是说更详细的那个信息啊 你去参考那个Service Canada的网站啊 他们网站上面都说了啊 好 那么这个是第十七页的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后面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第十八页呢 就是这张表了 这张那个benefit amounts的那个那个table啊 就是说 他的一张表格 这张表格就是说明呢 你最多能够拿到多少的 那么那么这张表格 那么现在呢 我们讲了已经将近45分钟了 那么我们呢 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 有关于这张表呢 我们下一次再讲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